槟城巴都满布朗园多名居民为了兴趣和绿化环境概念 在住家附近的斜坡种植蔬果 但是没有想到市政厅执法人员却在毫无预警之下 直接上门铲除耕地 让居民的心血付诸东流 直批执法单位双重标准 居民种植蔬果 理应和宾州政府所提倡的绿意槟城的理念相符合 宾州民政党巴都满选区发言人修浅昌就位置表示 要求掌管地方政府委员会的行政议员佳日欣 给予合理解释 当我们来了解的时候 他没有阻碍到什么东西 没有危害到本地区的人民生活的方式 第二他所做的一切是出于他本身自愿 他出的力他出的钱来保护这个环境 所以我觉得是对的东西来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当他做了 这个种这些植物以后 他会预防landslide 其中一名市主从2015年开始先是在住家庭院种植 蔬果之后把种植空间扩大到屋前的人行道和斜坡上 想说在不影响交通下善用废制草地 没有想到执法人员两天前指出接到民众投诉 直接将屋前的农地摧毁完全没有出示任何证据作为合法程序 邱显昌为此严于执法者对当地不少的非法建筑事而不见 却偏偏针对富有绿意冰城概念的城市农作 他炮轰在疫情之下政府应该体恤人民生活 更何况他们种植蔬果不是为了牟利 而是自给自足还和人分享 感谢观看